我师父讲话,这孩子将来师父久了,聪明,极聪明无比,非常聪明。 在前一个杨赫玲刚才这位,我师弟,也是赫子克的,他这个字啊,灵字,就在这间屋给的。 为什么在这间屋给的呢?09年张温顺先生去世啊,您各位别慎罚啊,这屋是灵堂,这屋是灵堂。 他那个字,在这屋,我师父一琢磨,给什么呢?灵堂给的字,叫杨赫玲吧。 没火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杨赫玲。 请咱们甭耽误,咱们开吧,好啊。 许牧为之中必弯,哑郎当犬,看迦南,默然如丝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尖,觅见黄连终虚苦,强摘瓜果不能填,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这应该是德云四队在书馆的第一场演出,可能去年有来的观众知道,我去年还是德云三队,今年组织上可能是调配人员,把我从三队调到四队。 因为三队让我祸害得实在是不行了,跟我这个少帮主郭麒麟打仗,孩子不大,才16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他像这儿,很灵,确实容易,有这个家庭影响,有这个基因的问题。 你像我16岁的时候还真什么都不是,他就是下午在这儿也说了一段,是吧,可能你们有听过,昨天晚上啊,在我师傅家跟我师傅来聊天,说这个郭麒麟说书这个事。 按道理来说呀,这个说书这行业,岁数太小,我干不了,我这个岁数说书,说实话,都小,因为我今天才二十,对不对? 有熟人们,我今天三十吧,真三十。 姑且说啊,三十岁,谁都这么说,对谁都这么说,三十岁干这个,太小,各位。 为什么?说书这行业,唐古论今,人间百态,我给您各位讲这故事,非得说我经历过,给您讲,您才信。 那时候我三十岁 好多事我没经历过 娶妻生子 你说是 我把这个个人问题抱住 都没经历过 包括人生的好多大喜大悲 事态炎凉啊 这个岁数没经历过 那我坐在台上给您说这些故事 说实话 说不住您哥 你没有经历过 你凭什么要给我讲呢 郭秦林更小了 十六岁 他在这再给您讲呢 实话实说这可信度啊 可能就又降低了 我师父昨天 跟我们在一块还说这问题 说你明天啊 晚上 要到了书馆见着观众 跟观众好好托付托付 这得郭秦林刚开始说 如果要是说 观众下午听了 觉得 说的不是很好 或者说呢 这个票钱不太值 这可能是对郭秦林也是个压力啊 如果您觉得不值 告诉您各位 这票钱 绝不可能退 这是特意主 绝不能退 我这买人就干赔了 是吗 那也不退 说的还是不错 您有听他这个书啊 松诸记 他跟我念叨了 这个您上网去找 或者说去搜 绝没有 这是从天津的一个故事啊 民间传说 我师父跟郭秦林两个人在家里 动手改编写的 完全是新的 我建议您各位有功夫下午改 您还来 往后越来越精彩 接着说咱们这书 刘汉晨之死 可能之前有连着经过的观众 我第一回来的 这个书啊 也是不好说 为什么呢 首先来说 我师父郭德纲先生 原先06年是在德云社说过这书 这个 贪的师父 西河门的师父 金文生先生 也说过这书 您各位上网搜音频 可能都听过 那您各位在听我这书 我这么跟您说 绝对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我要是再说的一样 您各位就不爱听我 回家听音频多好 金文生先生说的不比我好 我师父说的不比我好 但是各位 我这么跟您说啊 虽然说技巧上 我不如人家 但是我这个故事比他们 真实性要强 这我不蒙您 您为了说这部书 我特意 托我们同学到天津市文史档案馆 调过当年刘汉陈 在天津演出的资料 甭管是视频音频 而且走访过当时在天津 刘汉陈的同行 甭管是黎元健 还是政府官员 都有 我师父 包括金文生先生 说这个书的时候 您听最后啊 我现在可以告诉您 回家可以去听 刘汉陈之死 怎么死的呀 情杀 我现在可以告诉您 没关系啊 我们聊这行人计划啊 我这把敌给刨了 但是没关系 我告诉您 情杀 但是 就我到后来研究这个问题 包括现在 咱们国家对北洋政府 当时好多文献资料的解密 刘汉陈的死 绝不是情杀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这是当时 帝国主义势力 跟北洋政府 在天津市力量 角逐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您各位有兴趣 以后再来 咱们往后说 越说越热 往前先给您道道这书啊 刘汉陈 这个 齐派老生周信芳的弟子 实际上 您到天津内 问这个京剧黎元航的老先生啊 当年刘汉陈在天津卫 不以唱棋派戏建厂 刘汉陈最拿手的戏 不是什么徐色跑程 也不是什么 这个 楚汉相征 都不是 什么戏 纪公传 就师父说评书所谓的 纪公传 这出戏刘老板唱的好 其满座 但为什么说书一人 要给搭上一个 周信芳的一个 诗诚呢 实话实说 刘汉陈跟周信芳确实学过 但是不以七派气建厂 艺人们这么写呀 说的这个通俗一点啊 给这个刘汉陈刷审 诗诚很重要啊 我们这孩也是 一出来先看你跟谁学的 能耐说有多大 先搁一边 先看你诗诚怎么样 师父要是好 徒弟肯定错不了 刘汉陈也是这意思 在武汉 唱火了 到天津味以后 也不赖 尝尝爆满 红的这程度 实话实说 不亚于我师父郭德纲 在北京的现在这个火爆程度 买不着票 跟这个天津的大混混 啊 圆文会签了半年的合同 从三个月改到半年 圆文会自己改的 把戏份 都给涨上去了 唱来唱去 唱到一半的时候 二楼包厢坐一姑娘 十八九岁 非常跳 看戏非常习惯 从来是自己来 不带随从 每天光看戏 不说吧 还要扔东西 金戒 金六 手表 什么值钱扔什么 那时候没手机啊 有手机招让人手机 什么都扔 刘汉陈心里就毛了 刘汉陈的母亲 包括戏班 所有人心里都打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这姑娘干嘛 这当家有这么一个坏人 这个名字呢 估计隐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先生啊 还有弟子 现在咱就不能胡说 这个我当时起了一名的 叫高峰 这就是找一个咱们的熟人啊 因为这人确实姓高 名字咱不能提叫高峰 不是说这样的高峰啊 不能说坏人 小人嘛 媳妇来说 小人 他在当中看出利益来 借着给这个姑娘还东西这个机会 这跟这个姑娘认识了 从中作稿啊 跟这姑娘说 你们想认识刘老板吗 您通过我 我能给您中间牵线拉桥 这姑娘呢 就相信了 为什么呢 这是他师叔啊 就说我没别的意思 我干嘛呢 就想跟刘老板啊 书信来 我们通个信 这个很正常 和现在来说 我跟某一个观众 发个email啊 在网上聊一下 这个无可厚非 就是想通个信 但是坏事就坏在这高峰身上 他要说真把这个信 从这姑娘手里拿完了 就交给刘汉真手里 这事就没事 为什么刘汉真看着 你就是一个普通观众来信吗 按照一般的道理 把这信给人回了 咱们是一般的朋友 欢迎常来 这个事就没有了 但是高峰是做贼心虚 他可没把这个信 交到刘汉真手里 因为他知道 交一回 书信往来 可就没有第二回第三回 当时不将告诉他 你只要送一回信 我给你五十块现代 高峰在戏边一个月 挣二十块现代 和现在来说送个快递 他要五十块现代 他为了天天能挣这五十块钱 他自己在家里 跟这姑娘回一张信 那您琢磨琢磨 他要想勾搭这姑娘 天天给他写信的话 那这书信内容 那就不是一般的关系 你请我爱呗 别的甭说 就从这书信的称呼上来讲 一开始是刘老板 变成刘汉真 变成汉真 变成汉诚哥 最后变成亲 亲爱的 到这个程度 这姑娘觉得 跟着刘汉真已经很熟了 很近了 跟着高峰提出来了 我想见见就好了 那高峰得拦着呀 为什么一见面 这事就暴露了 根本就没通信 也不能拦着呀 你要拦着也暴露了 说姑娘这么着 我把您啊 领到我的西班 您那找个地方 您不就违抗那刘老板吗 您找个地儿 您瞅着一眼 您就赶紧出来了 您别打扰刘老板唱戏 好吧 转过前来 这高峰把这个 姑娘领到西班 二楼找一沙发坐那边 高峰在下 拿眼睛瞅着姑娘 为什么怕她说话 这西班一刷身就漏了 拿着瞅着姑娘 一眼没瞅上 这姑娘也够狠的 自溜一下 就钻在刘汉辰 这化妆间里边 角啊 过去来说嘛 主演 单独有一化妆间 要是在刘汉辰手里拿着 平时可进不去 这姑娘也不是怎么回事 拿什么东西 把这门打开 进到这屋里边 进去以后 咔嚓在里边 把这门口就散锁上了 等高峰看着再上去 再开着能开不开了 就在这么个功夫 刘汉辰来了 从二楼登登登登登 下屋上去 这高峰不能在这 再摁着锁了 那就完了 赶紧他就下了 刘汉辰拿着钥匙 在一开门 一进这屋里边 跟这姑娘打一对点 这姑娘当时说话了 说刘老板 我今天呢 冒昧 啊 进您这屋 想跟您说两句话 刘汉辰不认识这姑娘 您是谁啊 您怎么上这儿呢 这姑娘听完这句话 当时脑子里就明白 不对 如果说按照我们俩书信里边 写的那个程度 绝不能见面跟我这么说话 这姑娘二话没说 第三句都没说话 打着屋里又出来 登登登登登下落 跟高峰也没打招呼 转天晚上把这高峰 又叫到他们经常聚会 这红业餐厅 啪啪啪把这些信 就全倒在桌子上 说你说说这怎么回事 这高峰普通就跪着地下来 说姑娘不错 我这个 见钱养开 见利忘义 就为了蒙进这点钱 您看怎么办 这姑娘把这信给收起来 说没关系 我也知道你没的是 这个信虽然不是刘汉成写的 但是每一封信的落本 可是刘汉成的名字 这我可留住 你可记住了 你该我个人情 日后我要再找你办什么事 你可不能驳我 说完这句话 带着人从这餐厅就走了 光峰傻了 等回到西班 您琢磨琢磨 这刘汉成 他妈还有刘汉成 能把这事上马干净 刘汉成就化妆间 进来大姑娘 跟自己说两句话 又出去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家把这事 跟他妈一说 他妈当时就把王十二找来了 天津圆文贵 下手下这个打手 说你看这事怎么办 我们到天津卫是你请来的 现在要出这么大的事 你要是不管 我们女儿俩在这儿 就没法待了 王十二当地找人 把这高峰就给绑来了 当着面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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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话说清楚 这高峰可全交代了 说怎么着 说这个书信往来 这姑娘 但是他可没跟 刘汉成的母亲 说有这么多封书信的 说通了好多封书信 信上写的是什么 每封要人只是败钱 到最后刘汉文死 就死了这几封书信 老太太听了这话难受 这怎么办 这让人也接上了 跟王十二说 你看这事怎么办 我们家里就来听 王十二大会儿 知道这太多了 阔家小姐 附家太太 说捧着角打脸脸 想认识 说的再严重一点 想出去住一小 这都有 见过 说这么着 我给你处理 明天您登报 让刘汉成结婚 征婚 找对象 为什么这样 这个 不光旧社会 现在也是 可能各位 不在我们这圈子 对这不了解 咱们国家一线的明星 我不说 什么叫一线的明星 比如我师父郭德纲 先生 张子怡 包括这个 杨幂 就现在这是一个红的 这说 恶人家 这真没有一线明星 一线这些明星 对这个个人生活问 私生活问 有没有配偶 有没有男朋友 有没有女朋友 笔脚公开 就是不怕别人知道 连我师父结婚 不怕大伙子 这还在接 对 或者张子怡也说 有朋友了 说在沙滩上跟赵的相 所以不怕 但是您去注意啊 这个二三线的明星 就是说明气没有那么大 可能是小范围的 有人知道 二三线的明星 很少公布自己的私生活的状态 接没接过婚啊 有没有对象 绝不能说 为什么呢 不是自己不想说 这是跟公司签的协议 所有的艺人公司啊 跟艺人都说过这次话 尤其是小明星 刚进娱乐圈的 你接没接婚 即使接了会儿有对象 绝不能跟你的粉丝 或者观众说 你只要说了 对你的这个知名度 影响力都会下降 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 说实话 我也没明白 说人观众真躺你 就为了跟你搞不下 也不一定 可能就是觉得啊 如果让观众觉得 你的这个心有所处了 或这个感情分配啊 有别人了 会影响到 你跟观众这感情的交流 我认为啊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王师啊 在那个社会 就是在这个娱乐圈混 没关系 老太子 您让他结婚 结婚了 把这姑娘的念想断了 就啊 好吧 第二天登报 啊 结婚 征婚 给刘汉辰找个相 那您琢磨琢磨 师父什么盛话啊 刘汉辰红到那个程度 就好比我师父 如果现在单身的话 如果北京网报登一条啊 头板头条 郭德康先生 征婚 要求什么什么什么 啊 星期日下午一点 在德云社面试 好家伙 星期日 我一说宣伍平 见颜头 找吧 在人家找这个媳妇 肯定找那种温柔贤惠 找来找去 从这个天津南开大学 找这么一个女学生 上次我说 家庭系 现在没这专业啊 过去叫家庭系 学什么呢 就是学这个 和现在话 就家政服务 伺候人的 伺候男人 怎么在家相夫教子啊 怎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服侍自己的老公吧 有了这个专业 因为过去女同志 对这个要求很严 找了这么一个 女孩 二十 岁数不大 非常好 定下来以后 马上下礼拜 就结婚 天津 登营楼 大饭庄子 摆了好几十桌 天津各界名流请客 这个高峰在这婚礼上 应一个什么角 叫大鸟 就什么呢 来回知音事 另外 说哪个来的是什么亲戚 什么朋友 带到哪个桌子呀 说是菜没上棋 是催个菜 就来回前前后后跑这事 因为这个呢 毕竟八面龙龙 有事刘万年一大半 九席宴天正跟这收拾 正在这忙活着 有一小徒弟 过来拽高峰 不是 您下上楼 不是有人找着您 高峰很生气 谁找过这大马上 谁找过来 有一个姑娘 说问您五十块钱 送封信 你去不去 在哪呢 说在楼下 你在楼下 登登登登登下楼 一出登一楼这门口 可没看这姑娘 说问在哪啊 在胡同里 等到胡同里看 一辆小汽车 甭管什么牌子吧 卡迪拉克 还是什么名牌小汽车 没起火 找着火呢 高峰过来 就拉着后车门 一拉没拉动 这车后边坐着这女的 就是这姑娘 高峰看着 这姑娘拿手一指 准备前座副驾车 那意思 你别坐后 你坐前面去 高峰就会议了 一拉前面坐 没回头 你又来了 来 记得我上位跟你说的话 是我记得 你呀 在帮我做最后一件事 我绝不再找你 咱俩酒水不犯河水 您说吧 您找我干嘛 从后边塞过一封信 白皮的一封信 递着高峰手边 说你呀 今天婚宴以后 把这封信 趁没人的时候 塞到刘汉成大衣的口袋 你就把这事办 别让别人看着 办完以后 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哎 这口风已经不压抑过 行 我得帮您做最后一件事 把信拿出来拍头 登登登上 等这个婚宴完了以后 趁别人不注意 把这封信 就塞得 刘汉成大衣的口袋 当天晚上入洞房了 入洞房没事 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新媳妇 就是会 不能睡太晚 那洞房花烛之夜 一下子 震动到第二天 下午四点 那不行 让人笑 早上五六点钟 就给起床 帮着婆婆呀 公募呀 忙活忙 这个媳妇起来以后 收拾刘汉成那大衣啊 从这底子上 往上这么一搭 插这封信 从这兜里 哗啦就掉出来了 这姑娘没在意啊 把这捡起来 本想出啊 直接揣在兜里边 可在手里这么一拿 她宠迷东西 什么呀 在这个信 封皮上啊 有一个女人的唇印 一看就是 亲上 这姑娘当时心里 可有打鼓子了 信口还没封 下意识的 把这封信给 拿出来了 拿出来以后 展开这么一看 上面写的什么呀 汉陈 我知道 结婚是假 爱我是真 我等着你 一共没超过二十个字 您琢磨琢磨 新媳妇 洞房花竹之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从自己爷们兜里 翻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还不傻了啊 好在这姑娘没闹 比较贤惠 把这封信 就交给刘汉成的妈了 刘汉成的妈 看完这封信以后 当时就活了 把刘汉成叫来 啪给一大嘴巴 刘汉成哭通就跪下 笑死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当妈的急了 肯定是我的 不对 哭通就跪下 妈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那 把这信 拽在刘汉成里面 等再一看 我不知道啊 怎么回事 这个 老太太打了 儿子自己也后悔 为什么呢 自己肚子里面 踏出来的孩子 自己最轻易 我儿汉成不是这人呢 不是说他外边 跟别人搭三搭四 啊 背着自己媳妇 能干出这个事 不是这孩子 在这王十二 把王十二 原本会又给叫 出前看 估计咱们是捅了 大人间 捅了大楼子 王十二看完以后 这么着 老太太 我呀 之前给您出过主意 您呢 您自个儿拿个主意 您说怎么办 因为这事实话实说 我已经打了脸了 之前我没捂住 我出了主意 又没管事 现在您说怎么办 您说怎么办 咱就怎么办 如果说再不行 我给您买票 您回武汉 您上北京 我不管见 行 老太太说了 你呀 给我干两件事 第一 你再给我找个刘汉成 王十二当时就归 老太太 我哪给您再找个刘汉成 不是那意思 找个刘汉成 模样处 差不多的 每天下着戏 散着戏以后 穿上刘汉成的衣服 坐刘汉成的汽车 从天津新民大戏院出来 那么汉成怎么办 汉成换打板 不按戏院老板那么打扮 按商人的模样打扮 或者说学生打扮 按知识分子那么打扮 每天登顾一辆黄包车 你找四个打手 从新民大戏院护送我儿子 给我送回来 每天假刘汉成 从那戏院出来 真刘汉成后出来 每天我看着走 看着回来 唱完戏 就赶紧给我送回来 不还有三个月吗 咱们坚持这三个月 过了半年 我带着我儿子 我们走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好吧 上周就说到这儿 不是上我 上次就说到这儿 假刘汉成咱们说 咱说这真刘汉成 这个星期六 中午 刘汉成坐着黄包车 打自己家里出来 说他们家住哪儿啊 天津南门外 我不知道有没有天津人啊 知道这个地方 南门外 从家里出来 商人模样 西湖里面 坐在黄包车上 有身份 盖一个毯子 带着四个打手 打手什么样呢 过去天津外 穿着水裤 就是说下 穿着衣服 远口不邪 上身穿小褂 这不就说虾 外边 黑色 罐子面 是开场 是什么东西穿着 手里边拿着 有人说手枪 不是啊 您记住 黑社会 黑社会没有拿手枪 这黑社会 这好东西 这边有桑原会 还对 没有拿手枪 拿着自行车练条 自行车练的 卸下来 这边缠三截 缠到手上 那边把刃开开 在手里拎着 这关键时刻 这抽人用 这是用手 左手呢 自行车的飞轮 怎么看着 我也都拆自行车 自行车的小飞轮 把这个尖啊 刃都打出来 这不有窟窿吗 套到手上 打架的时候 拿那个照脸上 这么K 您做梦子 那打脸上 这是什么字 这是黑社会 带这么四个人 外人这么一看 这肯定是啊 买银行 或者公司的老板 或者是阔上 这不是取钱去啊 要不就是他买来去 带着生意人 带着手下 他什么 从咱们外出 他去哪啊 中国大区院 今天用这戏 不在新闻大区院 中国大区院 去中国大区院 路过一什么地方 可能有天津的观众 这 南市 南市有个地方 叫玉德里 说这可能观众还是不知道 我说以北京的地方 你就知道 玉德里在天津是个什么位置 八大胡同 这是当时天津 那个著名的 济院聚集区所在地 从南市 玉德里 什么时间呢 中午12点 为什么中午出来 这个 就是为唱戏 跟我们现在一样 周六周日 是两开箱 下午场 两点演一场 五点完 晚上呢 是七点演 十点完 因为那两点演 肯定中午12点 才能出来 中午大太阳镜 走走走 正好走在南市 玉德里那边 冷不防的 出这个玉德里 不透的 出来这么一回 这姑娘 劈头散发 斜领的 从这个 洋车的边上 冲过来了 咔一下 就站在这个 拉洋车 这黄包车夫人面前 这洋车的车夫 是阴阳马呀 拿手拿着 这个黄包车呀 这都是跑着呢 前面过的姑娘 赶紧一击杀 就站过 刘汉成在后边 拿着礼帽 压着脑子 在这边冲嘴 为什么 怕人认出 这么一颠 抬头也看着 再看这女孩什么样 刚才我说了 劈头散马 头发没输 不知道是不是刚起了 头发盖着眼睛 脚底下穿的什么呀 日本呀 穿的木鸡 他老大 穿这么一颗 身上穿的什么 文凶 你看 我说这可能观众 觉得有点差异 就是女士的内衣 上次我说 观众提出质疑来了 你竟胡说八道 1920年 三几年 哪有文凶 女士内衣 这我跟您各位说 您回去再一查 上了凶庆 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 总结 20世纪 世界上有14大发明 咱们国家 指南针 一个造纸 四大发明没全进 有两个进 一个是指南针 一个是造纸 进了这14大发明 这14大发明里边 有一个就是 女士的这个内衣 文凶 怎么出来的呢 1914年 法国有一个 巴黎时光博览会 舞会 在之间有这么一个模特 这人叫 叫什么来着 哦 费玛丽 我还特意查过这个人 叫费玛丽 当时为了在这个博览会上 用现代话说 人前显规 奥利得租 突发奇想 找这么一手院 找了两个丝带 在前兄 这么一股 这就是 当时 文凶内衣的雏形 1914年 在巴黎舞会上 一炮打响 到最后 1915年 这个女孩 把这个专利 1500美金 卖给美国 华纳兄弟公司 就是现在拍地影 这华纳兄弟啊 当时他旗下 也有做谨慎议 那名公司 卖了华纳兄弟 到现在 才是我们女同志身上 穿着这个服装的款式 说这个服装最后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 第一次事业大战 第一次事业大战 欧洲战场 很多的男人都去参加战场 那么国家后方的劳动力缺失 很多原来在家里 要从事一些家务劳动的女同志 被迫要从事重体力男人的活动 那么在服装上就要有简便 因为过去 19世纪 18世纪 女士穿着紧身衣 你们各位有看过吗 太阳明月号 你拿身 过紧身衣 你穿这个没法干活 一战完以后 这个服装在全世界流通开了 那么1927年 流传到中国 这个很正常 您下次再听我说 这姑娘究竟是干什么 这书说了七回了 到今天是第七回了 一直也没说这女孩干嘛 我就是告诉你 您从这地方 您能看出来 南施玉德里 妓院的所在地 没错 这姑娘是瑶子的 那位说是小姐吗 不是 这姑娘是老宝子 又有关东斗 胡说八道 你这肯定又胡说 老宝子怎么可能 十八九二十岁 不可能啊 我们看 永世纪老宝子 起码都得 五十往上六十往下 好家伙 抹一脸粉一笑 都得掉渣了 这是所有的中国的编剧 没有体验过生活 没有调查研究 您记住啊 寄院 包括今天 这我敢说啊 都没有录像 今天 所有的 没关系 所有的 这我师父过念了 包括今天 所有的风化场所 我就不说太明白了 这类的 我说直白一点吧 性交易场所 所有的老宝子 或者说是姚主吧 绝没有岁数大 真的 您不 我也不用说 您不信 您看 我给您举一声例子 你就信 说书不能胡说八道 您现在回家上网搜 肯定还有过这个新闻 去年年底 大概十二月份 法治进行 对 法治进行时报 天上人间 这都知道吧 这是北京最大的一个 官准立案的妓院 这我跟您说 官准立案 天上人间 被北京市查抄了以后 判的第一桩案子 就是老宝子 这姑娘叫什么呢 叫张丽霞 就是画名啊 报纸上是画名 在当时天上人间 是营业部的副经理 你去查 有这个人 营业部的副经理 二十四岁 大学生 哪个大学我知道 但我都不告诉你了 本名我也知道 二十四岁大学生 营业部的副经理 在天上人间 给客人介绍小姐 从中抽头 一个月的收入 没有低过一百万 这个月 就到这个场 为什么这样呢 您从这个客人的角度来想啊 他进了这个场所 第一印象很重要 这场所的装修 甭管是硬件设施 过来带客人这个主意 也很重要 您说刚一进来 进来老太太花之招人 有点什么心情也都没有 真的 所以来说 这个老宝子 至关重要 再有一个 从这个 专业技术性角度来讲 你想应这个差事 你也得是这行里边干得不错 说今天来客人 不好对吗 是政府 是当官 说一般的从业人员对付不了了 您这个老宝子就得傻 您也能拿得住 这宝字怎么写 您各位有知道 这边是一个 底脚的笔子 这边 下边是一个石 这边是一个鸟 这字怎么来的呀 这个宝这个东西啊 确实有这个鸟 咱们国家也有 找我们一个学动物同学问我这个 可能是也算宾威了 亚欧大陆有这种鸟 咱们国家可能现在现存 有两百多只比较宾威 找不着了 过去为什么拿这种动物形容妓院的这个掌柜的呢 宝这种鸟啊 其性最淫 过去古书上说这个鸟叫什么鸟啊 这叫万鸟之漆 什么意思呢 自然界宝这个东西啊 大伙就见过死鸟 没见过熊鸟 就这个鸟跟什么鸟都能结婚 你不管是孔雀 你说是麻雀 是驼鸟 这技术难度都很大 万鸟之漆 只见过死鸟 没见过熊鸟 但实际上宝这个东西有没有熊鸟啊 有 熊鸟叫什么呀 叫镇 有那么成语叫饮鸞之渴呀 这个镇也是鸟子鸟 这个镇是最毒无比 镇就是毒酒啊 这毒酒怎么配的 镇这个鸟在树上待着 这个想配这个药的人啊 拿这个肉啊 包括他喜欢吃的东西啊 在下面逗他 逗他可他吃不着 吃不着镇这个鸟啊 就流口水 这口水流下来以后 滴到这个木头上 拿回去 风干了 碾成粉末 对在酒里边 这就是毒酒 为什么说在自然界没见过这个镇鸟啊 这个镇鸟跟这个宝鸟啊 从这个生物学的外貌来讲 差别非常大 据传说这个镇鸟的这个体型 比这个宝鸟要大好多 所以即便是有人看见了 也没看过它们是同类的 可能以为就是鸵鸟 宝鸟 咱再说这宝这个字 上面这一个 笔的这右边 下面是一个石 这边是一个鸟 这鸟字我不用说 咱单说这边 这边这两个部分啊 这个 还有下面这个石 这是咱们东方古文字里边 对于雄性和雌性的简化符号 西方咱们知道雄性 一个箭头 下面一个圈 这什么意思 据传说这是 爱神丘比特这个箭囊 这个箭头是丘比特这个箭 所以说这姑娘不能太瘦 被人太瘦不好 那这丘比特拿箭射不中 其实我挺胖的 我也问过师 为什么我这么胖 丘比特也射不中 后来我师父说 你这丘比特这箭射中心脏 都是油 你这射完就射不中心脏 这是雄性的符号 雌性 一个圈 下面一个石子 这什么意思呢 女神手里拿这个梳妆镜 是这个箭囊符号 也有人说 这个动物学上啊 管这个熊猪磁猪 就是植物学啊 熊猪磁猪 这是这个分类的词 那咱们国家就这两个 上面这个 这是磁 下面这个石 这是熊 拿这个字 寓意 这个宝鸟是七性最淫 宝宝的 这姑娘叫什么名字呢 金凤青 现在您去查所有现在啊 能查到刘汉臣的资料 包括天津市文史当案馆 有资料写的这个人啊 都是画的用 小青 您去查 没有金凤青这种名字 金凤青这名字是不是真的 现在也不知道 所以史学县为了严谨 就简化了小青 金凤青是五十初书里 管这姑娘叫这名字 穿了一身内衣 什么款式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说我也不懂 钱搭口不搭口 有金袋没金袋没丝 我也不明白 反正穿了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 往人一站 这姑娘啪 把这个洋车这衡梁就 拿手去摁住 这拉洋车的就怕动这衡梁 他一拿这衡梁上下这么一颠 后边这手坐不完 就能遮复去 你想他这么一颠 刘焕成在后边能舒服吗 刘焕成也跟着这么一颠 一抬头 与此同时这姑娘把这个 头往后这么一撩 刘焕成一看 真是 就是那天在屋里 跟我脸对脸那五号 刘焕成扫我一大红脸 哪见过这个呀 这个 你要干嘛呀 刘焕成 你好大的架子呀 认识我 你肯定认识 三番两次 打你到了天津外 我天天去躺 大把的钞票我花着 实话实说 新民大心愿 一个宅子我都扔进去了 我喂干嘛呀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想认识认识 我没上后台跟你搭 我也没找人说 咱俩认识认识 说咱俩吃顿饭 是你有个诗书叫高峰 到我那跟我说 能在当中联系这件事 这我才跟他书信了 说这事败露以后 我以为什么都没说 说你看你 我们娘几个这要干嘛呀 又结婚吧 又安排这一套 找一个人假扮你 这套处谁来呀 都处我来是吧 你说这事怎么办 就在这说着话 这是他们 周围可乱 您左部还甭说是192匹 就今天 东单西单大街 上热闹的地方 有一姑娘穿着内衣出来 来一辆出租车 您各位看不看 咱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好路 就是太好看热闹了 没有十分钟 没了两三百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 都跟这看 这咱着这 这咱胡姐这拿 什么都没景象 这啊 这人家买了一睡衣看没有 回家一起缩水 这找找回来的 缩水能度气耳都缩水 看吧 大红人没关 按下周围人不说 再说这个 又喊臣小伙子 没经历过这 周围一看没这么多人 扫一大红领 这个 姑娘 咱们有话呀 好说 您别做了好不好 您这千人手办 看不好看 您说你要干嘛 你说我 没别的意思 你刘汉真不是名角吗 唱戏大老板 躲着我 怕让人知道我认识你 我今天就这样出来 就为了招人看 你不怕丢人吗 我这就让你丢就人 你问怎么办是吧 我这么跟你说 我什么身份 今天我告诉你 看见没有 男是郁德里 华乐社郁美堂 我是少东姐 说好听的少东姐 说不好听的 我是姚主 我捧了你啊 三个月 事情闹到今天这个 我也觉得很没意思 但是钱我花了 有那么句老话 狼雕的肉不能喂在狗里面 明天上午九点 刘汉真你听好 华乐社郁美堂 我白酒席吃饭 你是倒也得倒 不倒也得倒 那么说到了你干嘛 你不用干别人 坐在主宾旗上 他的实施高高兴兴的陪我吃顿饭 为什么呢 天津市所有 甭管是政界商界 你可能都不认识的 我这么跟你说 都知道我扑你 但我钱扔你 你连个想度都没见到 你明天说好听的是给我个面子 说的不好听的 你让我过得去 陪我吃顿饭 让大伙知道 行咱俩是朋友 打明天往后 咱俩酒水不饭喝水 你放心 圆子我不去 戏我还不听 实话告诉你 你唱那个戏 还不递我唱 为什么这么说呀 书龙啊 这个小青金凤青 原先也是学经济 跟谁学的 跟马连梁学的 1949年 中央人民国国解放以后 天津市政府整计 整治啊 当时的唱技行业 不管是窑子 把这个小青 蹬出来以后 到天津市京剧 新生京剧团 他还唱了好几年的戏 这姑娘都是唱戏 我不爱听你的戏 陪我吃顿饭 这事咱们就完了 这就换人 你说答应是不答应 答应 心里没底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说不答应 就穿着那衣 在那站着 周围 人们越聚越多啊 行行行 姑娘 我答应你 好吧 明天上午九点钟 我准到 好 这姑娘一闪声 那椅子可以走了 好 我跟您做我们的 这拉一车的黄帽车夫啊 刘汉成跟他隔着一个 这个隔着 这个车夫跟这姑娘 就在边上 好 怎么办 真鼻血都笑了 擦干净了 拎着车 登登登登登 赶紧就好了 恕不要反锁 当天晚上 刘汉成回到家里 把自己这事 跟自己的妈 都说 说完 说完以后 老太太啊 两手一摊 完了 咱们算彻底完了 哎 行吧 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 孩子 明天你去 去完了以后回来 咱们就不呆了 咱们走了 啊 走 你把这事 跟袁文货 袁三爷 还是王十二 跟他们说好 说清楚 有人把这事 跟袁文货 当天晚上就汇报了 所以说这事 袁文货为什么不短 是咱们 把回要倒凉不出来 袁文货在天津市里 非常大 1929年最厉害的时候 出来牵着狗 到哪儿见人就叫 袁文货在天津市里 大到什么程度 1929年 日本华北驻屯 驻华北驻屯军司令部 司令长官 宪兵队车出来 见着袁文货得下车 打个招 那么说袁文货 看见这个 天津凤青 看见没有 早就看见 为什么不管呢 袁文货不敢不管 这事只有袁文货知道 王十二都不知道 刘汉辰 刘汉辰的妈都不知道 这个金凤青 刚开始捧刘汉辰的时候 王十二带着袁文货 就上戏园那里看 说袁文货你看 就这东西 当时袁文货很厉害 谁啊 跑到我这戏园的捣乱 当时找人给办法 等到了一楼 一抬眼往上 那里一看 这袁文货也没言 当时令人就走了 为什么呀 袁文货在天津 靠山是日本人 书龙岸 这个金凤青在天津位 靠山也是日本人 而且他的这个势力 比袁文货还要大 为什么呢 这个小青是日本当时关东军 驻天津谍报机关的 这么一个县人 说的更严重一点 他跟当时日本关东军 特务机关长土肥元贤二 还有当时华北驻屯军 总司令官小泉六一 都有染 这都有染 我就甭说清楚了 各位都知道 前书有知道了 他在这个红叶餐厅 请高峰吃过好几顿饭 这个红叶餐厅 名义上是法国人的买卖 但实际上后台是日本人 一九二几年 日本清华政府 为了被908事变 还有华北自治 做准备 当时调换的日本驻村军 司令长官小泉六一 原件是大佐 打1925年调成中将 那么谍报机关 在天津位迅速的发展起来 这个小青 华乐社玉美堂 说的严重一点 就是日本人在天津 设的这么一个点儿 别人不认识 袁文会还在这儿 哪有个密搭 清楚这事完了 我管不了 所以你就明白 为什么后文书屡次出事 袁文会不出面管这个事 在朱调过悉尼 按他那个事里能管早管呢 找人宰了 往顾正和李正就完了 不敢管 你知道他后山是谁 后台是谁 行了 别人跟老太太说行 这事啊 我们也看出来了 已经不在我们这个 能力所能管现在范围之内 明天 让汉尘去吃顿饭 我估计啊 老太太 您也别想太多 就是吃顿饭 人都说明白了嘛 就会吃顿饭 什么事都没有 完事以后 咱们该干嘛干嘛 好吧 行 输不要反锁 第二天早上起来 刘汉尘 刷牙起点 吃完早饭 带了一个随从 坐车 到滑了个设计 等一进了这男士啊 这气氛就不对 按刘汉尘来讲 今天是好 大白酒店 三十多人吃饭 怎么着 得装修装修啊 说净水泼 就黄组电道 没那么严重 起码就买个裤子弄了 没动静 接着很清静 没人 等到了 华乐社御美堂 蒙口连个招呼 的人都没 下着车 给完钱 进几米后 再一看这屋里 好好讲 跟花果山似的 楼梯板也折了 坐的扔的 满地都是 砸切砸扒 一大堆的东西 有一帮工人啊 整个人收拾 这完全就傻了 说我记错日子了 不应该也跟我说的是今天 赶紧把一个人就叫过来 说你们这个 怎么回事 怎么折腾成这点啊 这小伙子一过来 说您是谁啊 我说刘汉晨 包括我知道 昨天请您过来 是 我今儿过你们这么样 害您不知了 我们少东家 多让人抢走了 请不吝点赞